关于孩子长得像谁,众说纷纭,有人说,男孩像妈妈女孩随爸爸,其实孩子的长相是由父母共同决定的,到底长得更像谁,我们也无法决定,不管长得像谁,都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,都是自家最爱的孩子。 女明星七薇在嫁给韩国明星李承炫之后,他们两个也有一个可爱的宝宝叫Lucky,小家伙和爸爸一起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,但孩子的正面照录出来的时候,网友都以为这是七薇的小时候,不管是脸型还是五官简直一模一样,绝对是轻生的,看来七薇是生了一个自己吧。 小Lucky也十分受爸爸妈妈的喜欢,网友也特别喜欢他,相信,很多网友都知道甜心,在爸爸回来了这档综艺节目中甜心瞬间火了,完完全全遗传了他爸爸的优点,时不时的爆出一口金句,尤其是那句我们白着呢,眼神语气都很到位,不管是是眼睛眉毛还是嘴巴,都是比较像妈妈的,我们也期待着长大后的甜心能够惊艳我们。 说到林志颖,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,他的三个儿子简直就是和他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,而且孩子的发型还和小时候一模一样,毫不夸张的讲,把他们小时候的照片放在一起,可能都分不出谁和谁了吧。 鲍贝尔一直以搞笑闻名,他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,小名叫饺子,但是她长得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,当网友还在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轻生的时候,饺子的奶奶出现了,看来这真的是轻生的,饺子和奶奶长得特别像,孩子到底长得像谁,是受这些因素决定的。 隔代遗传也是有可能的,孩子会比较像爷爷奶奶,就像鲍贝尔的女儿饺子就是隔代遗传,特别像她的奶奶,还有著名的喜剧演员潘长江,她的孙子也是长得特别像她。 隔代遗传不止遗传孩子的长相,有时候孩子有爷爷奶奶,但爷爷奶奶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孩子,孩子会模仿爷爷奶奶,所以很多时候孩子的说话语气行为习惯都比较像爷爷奶奶,那么一般父母什么会遗传什么给孩子呢? 一,韬配换轻易,人们常说父母有多高,就可以知道孩子有多高,因为孩子的身高基本上和父母很大的区别,其实受遗传因素的影响,孩子的身高70%会遗传到父母,所以有时候,看到父母的身高大致就能猜测出来,孩子的身高其实也有例外的情况,靠后天的努力,加上均衡的营养适当的运动, 宝宝长大后的身高很有可能会比父母高出很多,孩子的体型,走路的姿势也会遗传父母,这就解释到了为什么一看到孩子就会猜出来孩子的爸爸妈妈,二,孩子的肤色,很多大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,肤色就是他们择偶的标准之一,因为他们会担心期,双方皮肤比较黑的时候,生下的孩子也是比较黑的,其实在肤色遗传方面,遵循折中原则, 如果父母双方都很黑,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很难是白皮肤,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很白,一方比较黑,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太黑孩子的肤色,就是夫妻双方肤色的折中,如果爸爸妈妈都很白,生下来的孩子自然就是白皮肤了。 三,孩子的脸型,如果爸爸是国字脸,而且还是显性基因,那孩子很有可能也是国字脸哦,就像王祖兰的孩子,完完全全遗传了爸爸的脸型,如果爸爸妈妈的脸型都很长,孩子有很大的几率是长脸,可能还会遗传到第三代, 其实控制孩子长相的基因来自于父母的显性基因,即使遗传到隐性基因,也不会显现出来,当然,做父母的自然希望孩子长得好看。 遗传,其实,不管孩子长得像谁,都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,都是每个家庭的宝贝,孩子的健康成长,就是父母最大的快乐了,家长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教育,提高孩子的自身素养,把孩子培养成祖国未来的栋梁。